在新加坡舉辦的2019帕拉游泳世界錦標賽 台灣由陳亮達黃維珍 張維杰三名選手代表出賽 雖然未獲獎牌 但教練黃榮才十分肯定台灣泳將奮力拼搏的精神 這次很高興中國台北有三位帕運游泳選手 來參加這次2019新加坡帕運游泳錦標賽的賽事 那這次雖然未能獲獎 但是這場比賽的過程中充分展現 生命鬥士永驅不饒然後奮勇向前的一個精神 台灣選手在這次比賽中成績大有進步 其中陳亮達在100公尺仰式不僅破個人紀錄 也打破S7級全國紀錄 張維杰則突破三項個人紀錄 展現十足拼勁 這次S7級的陳亮達在100仰打破個人也是全國的紀錄 那張維杰在個人也突破了三項的個人紀錄 更在爭奪決賽的機會裡面 經過兩次PK取得決賽權 充分展示生命鬥士永驅不老奮勇向前的精神 洪榮才表示三名勇將在比賽過程中充分展現 生命鬥士勇往直前的氣魄 下集英文 變成功 充分展示生命鬥士